在口湖鄉,金湖休閒農業發展協會,農業期來做一個餐訪 大家一到了口湖的時候,都有一種感覺 你們口湖這裡,所看到的、所聽到的,都是說口湖、四湖、內湖,什麼湖都有 連我們吃海產、吃中餐,也是到了明湖,什麼湖都有 其實到了這裡的時候,一看,什麼湖都沒有,只有一些養殖的 那我們到現在為止,天然的湖、繫湖是沒有,但是有一個輪功湖 輪功湖就是在我們口湖鄉的湖口,說來是很奇怪,怎麼有口湖也有湖口 那就是早期,明清時代,那個石坡還沒有開花的時候,就有繫湖 既然有繫湖,就會有湖口,那個繫湖要吃,海水要進來要出去的地方 就是湖口,就是口湖鄉的湖口,那裡做了一個湖口,輪功湖就是繫湖 那個繫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,以前我們聽到,陰寧縣口湖鄉 哇,就是淹大水,但是現在都不淹大水,最主要是要有那個繫湖 那個繫湖把所有的颱風雨下大雨,就直接把它引導到繫湖裡面 然後再借用搓水站,大型的搓水站,直接搓到大海 大排水溝,直接就沖入大海,所以我們這裡現在所看到的 很少有淹大水的情形,但是到了口湖這個地方 左右看一看,都還是都是一些水,水很多 所以我們說,靠山,要靠山的枝岩,在海邊就是要靠海的枝岩 那海的枝岩,唯一的枝岩就是海水,那海水我們就是做來養殖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魚類,我們養殖業 我們這裡的養殖業有台灣雕,以前還有養蚂蚁 蚂蚁現在也是有,但是有少一點養蚂蚁 養烏魚,乳魚,什麼魚都有,還有養蝦 蝦就是我們剛才有到那個阿正好蝦窘男生 那個年輕人,他到那裡養蝦,到廟下就走轉 那養蝦到那裡應該聽到他的介紹 很奇怪我們這裡的蝦,大多是養白蝦 那養白蝦,一斤大概是150-200塊 可是,好蝦窘男生那裡的蝦,一斤最起碼要400-450有500 因為要分成那個,有比較大的蝦,有小的蝦 最起碼都有400-450-500 那為什麼要有人要買那一種蝦 一斤五百塊,我們買兩百塊就可以了 同樣是很大隻的蝦 一斤,一斤到那裡頭前那裡有一個紅的,四斤的蝦 到那裡頭前那裡路就停了,到那裡停了,讓人開了 那為什麼他的蝦,400-500 人家還是照樣訂過還是要買 因為到目前為止,我們在電視上常常有看到 什麼不能吃,什麼不能吃,連油都有問題 現在,手吃的東西,最好的都是要用天然的 那我們看右邊,看右邊就是那個馬蹄格子提款 好,那在前面我們就要下車了 等一下再介紹,謝謝各位 請問台灣刁那個韓國報導有影響這裡嗎? 影響不大 韓國不是做很多報導 因為他所報導的是真是假,還是要檢驗 在市府採訪,但是才是要檢驗的 好,那各位請準備一下